先生的手受过伤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不是的话 我就是来给小先生喂奶 是的 那我就是来给先生 不要 是 我之前是不是一条疯狗咬过 我知道的 先生 因为这条疯狗会来找你了 听说周许两家联姻 太太跟先生恩爱异常 给许先生提供了不少帮助 不知道这恩爱是真是假 这事挺漂亮 贱人 你个贱人 居然敢供应我老公 你吵到孩子了 吵到孩子 你们还怕吵到孩子 你们俩在这里私混的时候 你又想到过会吵到孩子吗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那你说 你穿成这样 在这抓住我老公的手 你想干什么 徐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给小先生喂奶 顺便给先生涂个药而已 你还敢狡辩是吧 解他 好了 别生气了啊 大不了把他开除就是 你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滚吧 狐狸精生了孩子还勾三大四 你 你滚吧你 不长眼的东西 冲撞了先生你担得起吗你 怎么回事 是你 谁让你在这儿喂奶 好久不见了 许英 十年前 我有个幸福的家 直到许英以忘年交的身份 给我爸设到 要他入局共睹 老实点 放开我们 你要干什么 你这个套流氓 你 你 你 徐太太 你要干什么 你爸欠我钱还不起 我按你还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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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疯女人 你 我告诉你 你爸欠我三百 你怎么都还不起 你这个疯子我会还你的 帮助我父母 你会还我 好啊 那我们现在玩个游戏吧 嗯 这儿去走 起来 你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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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王榜啊 别动 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是救你的父母 还是救你自己 苏唐 照顾好自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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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处感人的戏嘛 那既然这游戏玩不成了 你跟他爽快爽快吧 走的时候 会记得清理干净 是 兄弟 徐阴 不得好死 啊 自己 住口缩他 不成穿肠毒药 是要许应付出代价 办好了 阿泽 谁让你回来的 给我滚出去 是我让他见过 阿泽 你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 他居然敢勾引许应 所以你就要他的命吗 不关太太的事 是我不小心推的 就算我真的想要他的命 又怎么了 他一个下人 居然敢勾引许应 就像你之前 我看见下人的狗 主动填 我就把他毒死一样吗 阿泽 你听我解释 这么久没见 还是一点没有别 你先下去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 好的 我知道了 阿泽 你真的要留下他吗 他这个贱人 我警告你 他说我的救援 如果你再以口一个贱人 我不介意告诉我哥 你背地里送了我什么 徐太太 看来不是走不了你 滚 都给我滚 阿泽 别再有闪子 还也没 偷走个西装 我不要了 你不要让我哥误 扫 你 徐太太 可真是不小心啊 先生 你怎么还没走 太太刀子嘴豆腐心 泽先生一帮我求情 太太就同意我留下了 这个是太太的袜子 放在哪里 我 他就会 你 的 帮 je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这只是第一步 爱情就是一场赌博 最先动心的 不一定是书家 这是最不肯放手的 一定是书家 你怎么来了 昨天看见你 想起我还欠你一杯牛奶 你还好吗 你呢 我好饿 也好渴 如果现在有杯牛奶喝就好了 如果我们能逃出去 我请你喝牛奶怎么样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 抱歉 有些事情 我已经忘了 没关系 如果你想听 我们慢慢讲给你听 你们在干什么 是 你又发什么疯 我发疯 他压在你身上 你说我发疯 他在当着我的面勾引你 就算他勾引 都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泽 我爱你 我爱了你十几年了 凭什么他可以 我不可以 因为你是我嫂子 麻烦 麻烦你现在离开 离开 离开 许泽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 不管是做你的嫂子也好 妻子也好 你这辈子都别想甩掉我 先生 琪琪妈妈能干什么 太太和泽先生打起来了 什么 什么回事 早上我给泽先生送了杯牛奶 不小心被太太撞进 太太太 真是个顾忌弟弟的好派 你说是不是 走吧 去看看我的好太太和好弟弟 那是怎么打起来的 哥 你现在分得清 你是谁的妻子 还是谁的嫂子吗 许泽 在这儿 最没资格说这话的人就是你 你说 你本该是谁的妻子 那那那都是你 都是你害我 太太 害人中害己 你应该没 你是不义的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怎么了 泽先生 你知道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吗 太太就是只发了臭的鸡蛋 我闻着味儿找来了 这 我有错吗 可坏了的蛋 不止他一个 传闻中 许家两兄弟胸有地公 哥哥更是为了弟弟的油画梦 默默扛起家业 看来这传闻不过如此 老婆梦 这是我儿子 许音 他多大了 我问你他多大了 十八了 十八 比我们阿泽整整大了十岁 你 干什么 你说我干什么 别闹了 阿易也是我儿子 妈妈 接受也得接受 不接受也得接受 自己想想做 走 阿易 你给我滚 阿泽 我也是妈妈的女子 你闭嘴 许音 我跟我妈在画室生物了这么多年 到底哪里妨碍到你了 阿泽 没有证据你可不要乱扶 现在私人已逝 你就不要再过分追究了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送到国外最好的地方学油画 不要过分追究 当代油画大师死于颜料中毒 你觉得这个借口好笑不好笑 你觉得我是信还是不信 你信不信不重要 现在你妈已经死了 爸爸爷已经死了 许家是我的了 我让你到国外去 你就要快快听话 对不起 小少爷 放开我 许音 你会付出代价的 没有汹涌地骨 而且 我已经很多年不画油画了 那你就不在乎许音的死活吗 在乎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我可是很在乎她死不死的 所以 你要跟我联手吗 不要 泽先生 您高看我了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奶妈 小先生喂奶的时间一到 没什么事 我就出去了 你会后悔的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我可能在乎她死不死的 许泽 博弈里最危险 不是我知善前的敌人 而是不知主席的对话 许音 你疯了 你难道忘了 你当初是怎么求助我们周家扶你上位的吗 我 我怎么会 周家属于的女婿是许泽 周家想扶上位的也是许泽 你们都忘了吗 我可以作用你有别的什么想法 你最不通过我的底线 许泽 放开我 许泽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应该不用我再叫你 许泽 你个疯子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到底怎样才可以放过我 放过 姐姐 你可是我孩子的妈 我怎么放你 孩子的妈 你们有人问过我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你们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当这个孩子妈妈 闭嘴 别把孩子吵醒了 周姐 是你自己下错的药 怪不得任何人 你就要承担下错药的后果 总不能说那天晚上是我强迫你喝下那杯酒 强迫你进了我的房间 强迫你怀了我的孩子 强迫你跟我联姻吧 这些事情都是你自愿 你自愿进了我的房间 自愿怀了我的孩子 自愿父子成婚 自愿跟我联姻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 徐姻 我受够了 我要跟你离婚 原来许太太是早有准备的 八字枪 我们离婚 不要干什么 这个呢 还离吗 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你是说 周氏的经济犯罪的罪证 好像是周氏跟雪氏合作的时候 不小心留下来 你觉得呢 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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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还有原件 你要是似不过瘾的话 我才把你多打几分 徐姻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周家一垮 许家难逃重创 既然你放在书房 那就别怪我不请自取 出来吧 你是来干嘛的 打扫卫生先生 我怎么不知道 许家什么时候这么姐姐 连奶妈都派来打扫卫生了 其实那天在书房和先生 我掉了一只耳垂 她被太太发现了 上来找着 她找到了吗 我还以为是这个 看来不是 那就算了 对啊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或者是苏唐 结果的人呢 调查好了吗 她走了 先生 许晏海的家破人亡 她有可能是故意 借此机会来靠近你的 没关系 谁利用谁 还不一定 从你救我 我就知道了 为难泽先生了 插着明白装糊涂 陪我演了这么久 杜阳 我说过 我们可以连上 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多不如 倒不如多个朋友 是狄是友谁分得清呢 就像现在 泽先生看起来对我好 其实耍着你 恐言是只狡猾的小鼓励 我不给自己留一手 怕被你骗得底都不胜 我骗过你吗 我只骗坏人 你要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不如想想自己的人品 我承认 我不是什么好人 那这杯牛奶 是你喝下去 还是留给血 我这辈子最狠的 就是被人逼着做选择 我已经替杜小姐 做好选择 但是杜小姐 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性命 不然 我死 我保证 也要带你一起下地狱 过来 血印 你不是喜欢她吗 从今以后我们各不干涉 怎么样 倩倩 行什么觉得 你可以跟我谈条件 不过 如果你把你们周家最近 那三十亿的单子给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 把我旗下的南墨经纪公司送给你 宽慰一下我们许太太的心 你知道 我可以约续你在外面过来 但是许子不可以 好 跟我来的 是 毒药 你最好祈祷别被那个疯子 抓到任何罢 这 接吧 喂 李凡 怎么了 我在工作的地方 瑶瑶 你传给我的文件自我销毁了 怎么会 文件可能说定了没点 是 也会反正追尊了 你能相信 好 打完了 嗯 想好怎么骗我了吗 先生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骗您呢 我是您雇来的奶妈 可是全心全意都想着您呢 是吗 我过来的奶妈 早上给许泽送牛奶 中午跟许泽在我的房间调情 说吧 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目的 我给自己留条后院 不过分 不过分 但是如果你试图想偷什么东西 你瞎翻上的话 那可就过分 看呀 我在想想 妈 你在书房处 是你讲什么呢 堂堂许氏总裁 原来在家里是这么欺负下人 我的好弟弟 我没来找你 你反倒着急我来了 在许总的书房里玩了点小情事 听说许总吃醋 我来看 你原来许总 有没有什么误会 看了监控就知道了 许总 还满意看到你 我弟弟可真大 在我的书房 就不怕被我看到 不让许总看到 我怎么知道他心里偏向人 看来 还是挺偏心 啊 许总可能不知道 这个小奶妈 她可不是想玩玩 她是想当许太太 许总哪来第二个太太 给她当了 姨太太也是太太 你问是不是 杜阳 愿意吗 愿意就跪下 我不会跪 先生 我是为了不跪 才想做许太太 如果需要跪的话 那我不如做别人的太太 体位不高 要求不少 我看你是心比天高 行 我如果答应你的话 你能给我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在啊 我可是很在乎他死不死的 我的好弟弟 看来有些东西 我说你得不到 你就是得不到 所以你的手伸得别太长 不然又哪一天 稀里糊涂就死在屋里 嘘 我们小奶妈的手呢 没有剪 我听说 常年画画的人 手上会骑很多老剪 他们在碰到 有毒颜料的时候 那种酥麻的感觉 不是很严格 一不小心就丧命了 我不是也听说 我死状还抗住妻子吗 你真是可惜你吗 你是不是知道 他好多 你 妈 妈 妈你醒醒妈 妈 妈 老四 我 妈 这个天真 心疯了 我能干吗 我去承认我的心 可怀疑 怕死 你 妈 妈 妈你醒醒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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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阳 徐太太你当不当 她不当 家宅不明 这是第二 凭你 也敢跟我抢女人 好 毒阳 你自己选 不用选 喜欢的东西 就要靠抢 谁抢到就是谁的 对吧 徐总 徐泽 我警告你 我可以送你出国一次 就可以送你出国第二次 我可以让你现在活着 就也配让你去死 那就试试看 看看你和我 到底是谁先死 活 对了 过几天就是许氏董事会了 我给你送了一份大 你可要准备好吧 许子 你给我等着 这就忍不了了 难道不是因为你提前录的音 我才不得已暴露的吗 毒阳 我和你说过 别想害我 要是我死了 那你垫背 喂 瑶瑶 看看发烧了 我知道了 滚开 我要回家 我送你 这 这是谁的孩子 喂 瑶瑶 我在买药 你到家了吗 我到了 看看发烧了 我现在带她去医院 好 我们医院去 好 走 我们去医院 谢谢 孩子 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有母乳喂 抵抗力差 你肚子饿了吗 我去买点吃的给你 你坐会儿吧 我去买 谢谢你 毒阳 你一定很辛苦吧 我不是一个 合格的妈妈 我没有照顾好康康 你已经很好了 毒阳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先休息会儿吧 毒阳 是 你是谁啊 累坏了 累坏了吧 休息一下吧 辛苦了 毒阳 是 你是谁啊 你回来了 你又是谁 我 李凡 他叫许泽 许先生好 我是李凡 你要的牛奶 谢谢 累坏了吧 来 喝点 没我的份是吧 我以为你喝过了呢 许先生 我还没喝 你喝吧 不要 许泽 你又不幼稚 毕竟是许先生买的 这样 我们付钱给你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跟他什么关系 宝宝乖 我们 宝宝乖哦 是堪比亲人的关系 宝宝乖 不哭 不哭 来 给我抱 好乖 你去干嘛 毒阳 我警告你 最恨勾引别人的 有夫之妇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不懂吗 我数到三 怕是放开 他以为我结婚 怎么 结婚你就怕了 毒阳 我说了 最讨厌勾引别人的 有夫之妇 那我在许家 做奶妈时 你就没想过 我可能是有夫之妇 你送我和孩子 来医院时 就没想过我是有夫之妇 怎么 现在装什么呢 不知羞耻 你是怕了吧 你是怕喜欢上我吧 那你敢不敢和我约会 不约 是不约 还是不敢 这就是你要约会的地方 怎么 怕喝不过我 别太小瞧我了 行 走吧 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先生 肯定没见过吧 来 干杯 这个要大口大口喝才带劲 真没劲 这样吧 我们来玩个真心话大冒险 怎么样 来吧 输的人要老实回答哦 剪刀石头布 你跟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当然是 那你喝吧 师兄妹关系啦 我未婚 他是我学长 我能进许家 都是他帮的我 那康康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泽先生 剪刀石头布 你为什么要对付许音 他不是我哥 我们同父异母 他是大我十岁的情妇之子 剪刀石头布 你对付许音是因为你妈吧 你妈怎么了 我选择冒险吧 也行 抽吧 是什么 坐呗 这可是你让我找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现在去医院也不方便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今晚就在这 凑合一晚上吧 怎么样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喜欢吗 这是临摹的周唐大师的话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 你干什么 试试吧 试试吧 立起话 我妈则画得真棒 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你画的是我吗 看不出来吗 放给你 你也真是个不错的画家呢 许则 许则 爱上我了吗 杜耀 别让我失望 杨耀 你不是答应我不会外传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周家被人举报了 杏姐 你冷静一点 冷静 我怎么冷静 周家破产了 我们家破产了 我们家破产了 我们不管这件事情都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负责 这次我们必须救周家 你怎么办 你爸进监狱的时候留下了一堆烂饭 怎么留给谁呢 你知道 留给我了 要不是我留了一手 我和我现在都在监狱 你还好意思让我帮什么周家 你自己想想你干的一些事 抖出来一见 死神男友 死神男友 你问他 我肯定会没事 我已经是许太太 对 我已经是许太太了 我跟周家没关系 我跟周家没关系的 兄弟 我还是许太太对不对 你快告诉我 我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 啊 我实际上的事情都知道了 我知道是我的朋友 我就原谅我的好朋友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多怪我直前眼瞎 我被猪有门了心 多怪我 我是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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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贱 阿姨 你愿意原谅我的事吗 阿姨 你就救救我吧 你救救我 我可是你的女人 我是你的妻子 你如果救我的话 我的钱 我的所有的嫁妆都给你 好不好 阿姨 你等等我 我马上回来 真是个蠢女人 阿姨 你看 这是尼罗湾 最好的房子 这几个 是楼下最挣钱的商铺 我都给你 求求你 救救我好不好 只要你能帮我 这些 这些我所有的钱 都是你的 好不好 天姐 你可别忘了 你之前 可是个杀人犯 现在周家倒了 我又怎么能帮你遮掩 最新心智 著名企业家 苏家 一家三口 四亿 你说给苏家下套 没说 要闹出人命了 哎呀 天姐 上站 欠点儿想很正常 不行 我要报警 我得报警 天姐 别忘了 我们现在 可是一场车 苏家变成这样 你不认识 杀 谁从中 我 你不要 我不要 阿姨 这是我最后的钱了 我都给你 你帮帮我好不好 天姐 你说什么呢 你可是我许一的 我一定会顾你周全 对了 周家那件事情 只有你知我知 是怎么传出去的 你是说 有没有 苍蝇不定无缝了 但你好好想想 那天 你把哪只苍蝇放进来了 回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过来 多阳 你还敢回来 太太说笑了 我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不敢回来 没做错 说 是不是你把周家文件拿走的 说 太太 这可是许家怎么会有周家的文件 还是说 太太被人捏住了把笔 但是不小心被人偷走 不见太太还是不要吗 毕竟周家刚垮 太太实单力薄 万一被人抓住了什么把笔 你可是要跟你父亲一起住监狱的 你 贱人 先生 是我没看清路 你别怪太太 太太不是故意推我的 是这样吗 阿易 我不是故意的 是他 是他故意激我 太太的父亲锒铛乌郁 周氏垮了以后无依无靠的 他生气也是应当的 我不该跟太太说些些 都怪我 闭嘴 跟我走 跟我走 站住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 怎么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这栋房子应该还是我妈买的 许总 我没赶你出去 已经很不错了 是你妈买的 可这栋房子现在在我的名前 我是不是可以 把你赶走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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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是你妈买的 上次你当着我的面部带走 这次我可不分 阿泽 你不知道 周家的文件就是被他偷走的 我一定要他好看 要他好看 你也被 你们不是在找丢失的文件吗 是我拿的 周家也是我举报的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许泽 我要杀了你 周倩 多行不义必自定 这是你们周家应得的 下来 就该轮到许家 许泽 别以为我不敢动 你敢动我试试 你危险 怎么会 我还有份大力 没送给许总 许总 好狗不打道 让开 我现在的股份 就只能坐在这儿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给许总 准备了一份大力 好来我干什么 来看江山艺术的好戏 许总 你现在先管好你自己 大家都是 周旭两家的密切合作 都是你所谓 现在这个局势 许氏会不会因为 你的错误之后 被央集持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提议 重新票选总裁者 毕竟谁也 替你的失败出帝国 对吧大家 我同意 是你 我也同意 是该改朝换代了 我也同意 好 那责日不如壮日 五分钟后 还要在这里开竞选大会 许泽 你别以为 自己能成功上位 你射索自己手里的五分 够资格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擦亮眼睛 免得到时候 陪了夫人 没有折兵 再会 干嘛 别发愁了 别发愁了 你这是哪来 你这是哪来的 不会是假的吧 爱信不信 我信 许家这么多散股 你全部都收了 中家垮开之后 好收了很多 你这么有钱还骗我 你玩只是一顿好的 谁要你信 你现在手上的股份 加上这些 应该够 待会儿 等着看你的好戏 等我 总裁竞选前 不想先问一下大家 有谁是跟我一样 只有公司 百分之四十不全的人 没有 有啊 确实 这上面的股权 加上我原本只有的 不多不少 正好百分之四十 短短十分钟 你从哪弄来这些股局 你不用跟我拿了 许总 我现在可以参加竞选 来去检验一下真伟 重新统计公司股权布局 检验完了再多打算 怎么样弟弟 随便啊 毕竟真的假不了 假的 你真正 你不来了 怎么是你 阿泽 那你以为是谁啊 你是在等 都瑶那个贱人吗 滚 阿泽 我可以不在乎你害了周家 但是 现在只有我可以救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周县 你完没完了 阿泽 你是在找 这个 这么着急 是要去找都瑶吧 你知道他在哪吗 他在哪 是 先生 先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是吗 所以你接近我 就是为了帮喜泽 我接近你 是因为我想接近你 满嘴谎话 既然先生不相信我 为许泽献咕 若你做不进来 什么交易 我帮你 一起高华许泽 你小奶妈挺高味的 害不得你这么伤心 许泽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打我 我怎么不敢 真是冲官一怒为红颜呢 喜泽 你冷静点 你冷静一点 冷静 你要我怎么冷静 你还想和他一起搞垮我 苏唐 你别忘了自己试试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谁 你说我是谁 你自己说 叙泽 把你脖子上的口红印擦掉 再来质问我吧 毒药 你对我 是不是不一样 你错了 我对你 对他 都一样 毒药 风水轮流转呀 被人抛弃的滋味好受吗 太太怕是误会了 现在我只要招招手 许泽就会像狗一样 对我姚维起立 你 没事 反正从今天以后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来人 太太 把他给我拖出去 以后再也不许靠近许家半步 明白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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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易 先生 太太要把我赶出去 你怎么就都聪明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个你的罗伦还有用吗 罗伦这个贱人有什么用 周倩 周家的事情还没让你长气行吗 是我错了 对不起 原谅我 听说你们周家 在西区号一块地在你手上 我回来之前 要看到转人合同在我桌上 你问我 为什么带你去这儿 听先生吩咐 那既然你这么听话的话 我带你开出好戏 五权认证已经通过 当然在票选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看个东西 许泽还没上位 现在就敢这么兴风作浪 周倩可是他嫂子 他如果上位 你的公司的名誉 还不定臭臭什么样子 行 你算计 许泽 要想人不知 你除非其莫为 同意选 许泽为新任总裁的人 请举手 同意选我为新总裁的人 请举手 容易 容易 许泽 我说了 跟我走 我从不跟书家伟 许泽 看清楚他是谁的人了吗 我说过 我想要的东西 强也要强到手 许泽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你要去找他 如果你没有辞职管我 我东西哪里比不上他 是你都没有相信过我 你满心自问一下 你信任过我吗 顺利吗 谢谢 刘悠 自从你回来 一整天都不在状态 你是不是 爱上许泽了吗 没有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许映对我的离开 无动于衷呢 你看啊 一开始 我让许映夫妻反目 故意让他把我赶走 然后好借机和许泽打赏 让他们兄弟俩也反目 许映现在想的应该是怎么拉我 去监视许泽 我好从中得到 进入许氏公司的机会 但是现在许映 一直都没有找我 这么说 你对许泽 没有动心了 李凡 我现在一心想要复仇 至于许泽 他不过是我计划中的 一颗棋子吧 你信不信 我数三秒 他就会出现 三 二 一 都要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李凡 我们走 许先生 失礼了 都要 我有话跟你说 你想说什么 我们能不能单独谅聊 许先生有什么话 就在这儿说吧 或者许先生想说什么 跟我说也可以 都一样 就是我跟都瑶的事 与你无关 都一样的 你想说什么 都瑶 算了 我不想听 李凡 我们走 你要干什么 你想要回你妈的话事吗 那以后 就有多的麻烦 阿小姐了 硬哥哥 许安两家联姻 咱们以后就都是一家人了 不要说什么麻不麻烦的 阿小姐 阿泽呢 那小子嘴硬 所以 他有什么一举一动 你记得告诉我 硬哥哥 那是当然的 阿泽 阿泽来了 知道阿小姐在 还记得买束花 不好意思 路上没遇到垃圾箱 让垃圾进家了 三哥哥 久仰大名 你给我打电话 不是要跟我讨我妈画室的事 怎么带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要是让许太太知道 估计要挠花一张脸 胡言乱语 安小姐可是安市的千金 今天找你们过来 就是想谈一下 你们两个的婚事 怎么 许师没了周家才几天啊 又要换安家了 你许应喜欢玩联姻上位这一套 可以啊 我可不喜欢 站住 许泽 你忘了你妈的画室 听说安总对这桩房子 特别感兴趣 只是觉得 做个画室有点可惜了 不然就把它改成 谢总会 安小姐 不如这份合同 就送给您和安总 当前面礼拜 那爸爸一定会很高兴的 谢谢您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安小姐 您想要什么 泽哥哥 我想要你 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先生不知道 又安排个什么人来取代我 小奶妈这句话 说的不是很客气 先生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目的 我只想做许太太 您的水太深 我不敢当 还不容易调上您弟弟 您这么缠我 不合适 小奶妈 你知道的 我很重守我的弟弟 豪门嘛 如果不找一个 知根知底的人 当我的弟媳 我 终究是放不下心 您对我 还不够知根知底吗 我不是一直都是 先生身边的人吗 更何况 您知道 我妈 从头到尾 只想要一个东西 但自己又势单力薄 不比那些明门小姐 毕竟人 一旦有了权 就想着 这个道理 先生应该比我更懂 明门小姐 安家只是一个 濒临破产的爆发夫 我选的她 是因为你太聪明 可许泽偏偏喜欢的人是我 您说 这怎么办 杜瑶 你还有个儿子吧 签了这份合同 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我可以给你 许泽太太的位置 而且 还可以保证 你和你儿子的荣华富贵 但如果你背叛了 你知道 这就对了嘛 小奶妈 那先生和那边的合作呢 喂 安小姐 我给你打得快 你收到了吗 那 安小姐再见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合作 先生 真是洞察人心 过誉了 比起你来 我还差了点 记得 别忘了我们的合作 我不同意 李凡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只能找别的男人来演 我已经给许泽发信息了 李凡 你要是为了我好 就不要再干扰我 你让我来吃 为了让我看这个 说吧 你和我来干什么 明天我打算 和李凡 去登记结婚 都要 你想帮我当傻子一样耍吗 都要 你觉得我能接受你跟他结婚吗 想都别想 毒药 以后火也来不及了 许泽 你放着走 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放你走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 你让我去你家 你这是为了刺激我吗 毒药 招着我 江湖都招着我的代价 你根本就不懂我 你要我怎么懂你 你的每一步都是钻戒 关心我是钻戒 接近我是钻戒 连任我爱上你都是钻戒 你要我怎么懂你 石头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我也爱 毒药 毒药 你让我怎么感性 这段时间在这里先住着 我会准时跟你送饭的 先生 小狗上钩 把这紫经院的项目书拿到手 我要许泽这次 再也无法翻身 赵总 这是您让我之前修改的紫经院的项目书 这个地方是多少 阿泽 你怎么整个不看路呀 不麻烦许太太 毕竟是机密文件 你身份不合适 阿泽 你我都是许家人 许氏公司的文件 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我避讳的吗 那许太太知不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亲兄弟 要明算 许太太先请 那阿泽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分离 不知道阿泽的审边人 有没有飞走 不用许太太瞎操心 毕竟这句话 更适合你和许姨 你 许则千房万房家贼难房 有你好看的那一天 我有事 先回家一趟 都瑶 你在找这个吗 都瑶 这就是你说的爱我 你也没有信我不是吗 都瑶 别让我恨你 你觉得我会在乎你 滚 你刚刚还真是狠心啊 先生我说过 我只要一样东西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最欣赏的 就是你这种意义之上的 永远目标明确 永远不会被感情脱领 但现在闹到这个局面 先生承诺我的 还能给我吗 当不成许姚的太太 还可以当别的太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做的 我要是真成为了先生的 姚太太 别说我和儿子的荣华富贵 许太太不打击抱负 就谢天谢地 那你想要什么 出国吗 先生 我一个普通人 在国外也躲不过许泽的抱负 既然已经完全是你的人了 我就想要一个 可以完全被你保护起来的身份 还有最重要 钱 那不如 你就留在我身边 我给你开月薪百万 帮你荣华富贵 跟我走 许泽 别自敢下界 你现在自己看看到底是谁下界 许泽 麻烦你搞清楚这里是谁的地 谁让你接 我来抓一个小偷 许总 不妨碍 小偷 你是抓他 还是抓我 抓偷走机密文件的老鼠 你是说这个 你紫禁院的项目我已经看过了 做的漏洞很多 你想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 既然漏洞这么多 重做也来不及了 你不如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来亲自 你 就回去休息几天 而且安小姐主动打电话 给我取消了婚约 把你们画室的转人合同也还给了我 你得去你的画室 休息几天 怎么样 战士 我带走他 那 他可是我的生活助理 你赶紧回你的画室看一眼 别等我后悔 许泳 我会让你后悔的 谢谢先生 你可要好好干 别辜负我的苦心 嗯 喂 不好了 先生 紫园院的项目被人动了手脚 检查方发现我们用的是劣质材料 要求我们停工啊 行 我知道了 交给我去解决 这是文件 先生 杜阳 替我去资料库找一份材料 找许氏早期的建材目录登记表 取得日后码交给我 是 先生 嗯 去 查查他的 是 毒药 你怎么在这儿 能怎么做 是你弄的 我们之间 一直在制造意外的是你吧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拿这个的 你不会是来蹲我的吧 我们之间一直在被拒绝的人 是你吧 你 许泽 你除了无能狂怒 你还会别的吗 我当然还会别的 许泽 你就是条疯狗 令人做我的疯狗 去 把资料室的门打开 让杜阳在门口登 是 杜阳 你最好不要骗我 资料呢 在这儿呢 你脖子怎么了 被疯狗咬了一口 来 记得消毒 打矿泉一秒 许泳 你不得好死 不要 我不要打 都死了吗你们 行 要给钱的 别走 去医院 别走 去医院 是 许泽 先生 刀差一点 插进心脏 不用管伤情 给我好好查一下 这件事情 到底是意外 还是人为 对了 还有都瑶的 所有人的关系 包括他的儿子 是 先生 躺下 先生 没受伤吧 没有 而且那个犯人 已经被抓进公安局去了 进去之前 我审问了一下 审主是谁了吗 是紫洁院项目的员工 因为工资问题 过来打击报复 区区老义 铺子两名 血淹 老义也能吃掉大象 食物以待 露雅 这次 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等你出院之后 就搬到我的办公室 一起办公 我生你做总裁秘书 月薪千万 谢谢先生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嗯 好 等你出院了 我们就回家 谢谢 李凡 对不起 我利用你太多 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你 走吧 瑶瑶 我不在乎她 以前我是没有能力照顾你 现在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瑶瑶 杜瑶 杜瑶 开门 杜瑶 我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对不起 我不敢听你的话 安排人去刺杀 我现在已经成了她的秘书 不管她是不是真的信任了 但以后 我可以自由进入她的办公室 这样做事方便许多的 但是 没有但是 每天我们不是说好 要做彼此的刀吗 图瑶 你是在找这个吗 许总 我和许瑶之间 必须是不死不休 我只有借此机会 才能靠近她 抓到她的弱点 图瑶 必须要这样吗 必须 只有她放松警惕 我才能一击置礼 图瑶 那我呢 许泽 我们没有选择 就让我们做彼此的刀 图瑶 你真的好残忍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不管许瑶 这次是真的信我 还是试探我 我们都要抓紧时间 这是可以监控 和篡改许瑶电脑的病毒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 被发现的风险就会很大 你觉得她真的信我 可能我们早就被发现了 杜瑶 我要去一下子机院的项目 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回来 好的 先生 对了 我不在的时候 可别让小牙蛙蛙狗进来 放心吧 先生 现在去我办公室 看杜瑶在干什么 有情况急着向我回报 知道了 太太 我来找许瑶 先生她出去了 说半个小时后回来 杜瑶 奶妈翻身的滋味 好呢 还不错 先生对我挺好 可是我不太好 都要 都要 你说嘛 总有一天是要被换的 可太太就不一样了 你懂吗 我希望太太能当心上面 说出这样的 jogo 每天雷 都要是 没关系 我 混淆 许义 没想到 你也没让我抓住吧 我不在的时候 还有没有人来过 太太来过 那除了太太之外 就没有别人了吗 没有 那我桌子上的门店呢 先生怀疑我 我也不想要 但除了你 还有谁呢 先生就没有怀疑过太太吗 我很相信周谦 那还是怀疑我了 怀不怀疑你 找找看不就知道了 这个你怎么解释 那如果这个不是我放的 先生打算怎么补偿 我这里一张卡 里面有一千万 如果不是你 这张卡就是你的了 我现在已经不想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许氏的百分之一 你也配 那看来先生不想知道真相了 好 我答应你 但如果你证明不认 我会放过你 够清晰吗 阿易 你回来了 阿易 为什么 周倩 你好大的胆子 你算么都打到我头上来了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旨因 松开 旨因我告诉你 我手里你有你的犯罪证据 我的犯罪证据 你真是个蠢女人 我告诉你 这份红戒 是我故意给独咬下的套 什么 阿易 我是不是传话了 你原谅我 你原谅我吧 我留你还有什么用 阿易 我 我还有最后一张卡 我给你 我都给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周倩 我告诉你 明天跟踪毒药 如果把这件事情乱砸了 你别忘了 你可是个杀人犯 我可保不了你 有人跟着你来 是周倩 既然你知道他来 为什么还要见面 徐英派他来 这不是要证据的 他只是想要诬陷 咱们俩还有观点 嗯 然后把我赶出去试 徐英最近很不安啊 看来子敬院的项目 让他忌惮得不少 趁这个机会 去徐英办公室 把路盘去了 你把病毒右盘 拉到他办公室了 嗯 周倩来得太快 哎 你文件做好了 知道了快去吧 哼 你都看到什么了 阿易 这可是好东西 你吃进去的 你一定让你吐出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你还敢回了 这谁拍的 拍得我好丑啊 独阳 你背叛了阿易 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 太太这么自信 看来是亲眼看见我背叛先生了 独阳 这些照片你怎么解释 先生 我只想给你分忧 这是许泽一直藏着的详细资料 我那天可是被他破了一身的咖啡 才脱得深 到时候许泽来找我麻烦 还得靠先生护着点 好 独阳 你立了大功了 太太 文件先生都检查过了 如果您再因为这个事情 找我麻烦 那可就不公道 你 周县 你先回家吧 阿易 我不想再说第二个 哼 独阳 紫济院的项目 我现在全权交给你负责 而且公司所有的资料 你都有资格查看 谢谢先生上市 别让我失望 他就是新来的项目经理 勾到许家两兄弟的奶妈 这是睡上来的 真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上位了 这不都要被气死了吧 待了这么久的项目被突然结红 我突然看见个没脸没皮的 吓得我失手了 你敢扑我 你 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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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总裁安排的 安排下来的奶牛给咱们香菇和产奶喝 你不服吗 这不算了 这紫禁人是你负责的是吧 劣质材料 私吞差价 西上蛮下 这就是你负责的 我该被踢 算老几啊 他敢揍你的顶头上司 你 这耳光是我赏你 你被辞退 你凭什么打我 你臭老郎 你有什么权利啊 凭什么 凭我有公司百分之一的股份 保安 把他扔出去 徐总 紫禁院项目因为使用劣质材料 被人举报了 先生 是你 我不知道先生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 不知道 我把紫禁院的项目交给你 马上就被人举报了 没有 先生 而且项目建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应该去找之前的负责人 之前紫禁院的项目 材料是谁什么的 是项目经理周哥 审批需要两个人 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项目监管小王 把他们马上送到警察局 是 则先生已经发动了董事会 进行二次协议 许总 您来了 弟弟 人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希望今天过后 许总还能做出这样的 许泽 你不要太狂妄了 好一条忠实的老狗啊 你 你什么你 到现在你还维护许印 许印给许氏闯了多大的祸 如果这个项目在许泽手里 今天 能是现在这样吗 看来 您对我的意见很大 许总 紫禁院这个项目 重要难道不该不满 毕竟 滥用劣质才能 已经严重影响了许家的声誉 许总 打算怎么处 怎么处理 几个平民学信姿势 我们追究他们的个人 反正要处理我 许印 你做报应的 是吗 我不信 许印 我以大股东的身份 要求召开董事大会 第二次竞选总裁 许氏总裁的位置 你不配 你来干什么 阿泽 我是来求你放过阿姨 秋剑 是在做梦吗 阿泽 我们可是青梅竹马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们这十几年的感情 可都是真的 阿泽 你知道 我不会害你的对不对 现在我是许印的老婆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他行不行 你就看在 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 你 你放过他 好不好 周欣 我是不会放过他 我马上就过来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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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 是 许太太太 你该离开了 什么时候 轮到你一个助理来跟我说事了 许太太 我的工资是泽先生自己发放的 不接受许氏的管制 麻烦你现在离开 你以为我想待在这儿 请 这个是在许泽办公室找到的 跟你的一样 你敢动我的东西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 你找不了 公王我特别骗走许子 真是你自己送上儿来 我的好弟弟 谢谢你送给我的大力 我宣布 第二次总裁 宣布之前 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这个 是可以监控和篡改电脑的病毒 是我的太太 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的 这个是我的右派 是在许泽的办公桌上发现的 我的好弟弟 你是不是取错 让我来猜猜啊 是都雅一直在帮你 把病毒植入电脑 然后通过劣质材料的审核 试图陷害 最后在恶意竞争总裁的职位 对此 会遭报应的 是你 多年龄 要怪就怪你站错了队 都雅 差一点 他就身败名裂了 都怪我 是周倩 他拿走的右派 许泽 我提醒过你注意周倩 可你为什么放心 把他放在你的办公室里 是他 是他找我求的情 找你求情 明明知道他是许英的老婆 明明知道他有把柄在许英手上 明明知道他只会帮许英 可你还是心软了对吗 许泽 别再找我 先生 那这个 胳膊 先生 你既然都知道这次错了 为什么 不追上去啊 他现在一定非常地好 猎女怕蝉狼啊 先生 再说了 许英现在打压我们 我们也没事做呀 谁说没事做 你去找许英 把之前批准列制材料的证据 还有电脑的监控和修改记录 全部找出来 那先生 你干嘛 我 他还是去追我老婆了 都要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 不要不理我 我已经知道错了 许泽 为什么你能这么云淡风轻地 接过这场事吧 你是不是早就忘了你妈的仇 都要 事件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向你道歉 我会在楼下 等到你愿意见我 下这么大的雨 你就不会找个地方躲一下吗 没事 这不是雨停了吗 都要 你要去哪儿 康康 康康怎么了 不关你的事 都要 你要什么我去买 不要让康康一个人在家 康康没有尿不湿了 好 我去买 你快回去吧 许泽 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就不进去了 我怕会弄脏 你愿意见我就好了 我先走了 去 我不是故意的 你 你 你进来吧 喝点水 然后去洗澡吧 这是李凡的衣服 你应该穿得下 为什么李凡在这里会有衣服啊 他经常过来照顾康康 我也可以照顾康康 毒药 我认真的 我想照顾你和康康一辈子 这是我妈 临终钱留给我的戒指 我想把她交给 我想共读一生的人 毒药 再给我吧 再给我吧 人要有多幸运 才能让爱的人也爱上自己 但是 许泽 我们之间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们之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我不信你不爱我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之间不可能 许泽 我要许因死 我要搞垮许氏 我要许家给我血债血偿 毒药 我们不是说过 要做彼此的刀吗 我可以帮你让许因死 也可以帮你搞垮许家 但许氏 你能不能留下 妈妈 这里是哪儿啊 这是妈妈的公司啊 是妈妈以后要留给你的礼物啊 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 喜欢 那你要乖乖地好好学习 以后啊 要珍惜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好不好 好 毒药 许氏是我妈留给我的礼物 你能不能 许泽 我不能 我要把许因对苏家做的一切 一一还给许家 那我呢 我也是许家人 你有没有对我有过真心 许子好 算了 毒药 算了 我帮你 帮你拿到证据 高挂许氏 对不起 我要违背我的诺言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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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诶 不 不 别 差 没 多亏了先生有陷阱诊 提前安装了监控 但是这份文件 如果许泽敢上报 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没有人跟踪 进来吧 他怎么也在 李凡帮我举证上报 东西拿到了吗 快看看 是不是真的 太好了 现在上船吧 好 上船以后 许诗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许诗被许英港无言罩气 这第一月的罪状 许诗要补贴至少5V的 亏空和税收 就算我不上船 许诗也保不住 许诗 许诗 你要干什么 你 还好吧 李凡帮上船了吗 船完了 大概 明天新闻就能看到 许诗 是我对不起 杨阳 我今天来 就是来还这把钥匙的 立凡 不管我跟别人是什么关系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杨阳 其实我当初 来拿这把钥匙 就是有私心的 他呢 说是找到了 许音的把柄出去了 杨阳 他怎么说 都是许家人 你还是 凡帆 我知道的 但是许家已经要晚了 不是吗 谁说许家要晚了呀 你就是那个 只会躲在屏幕后面的 这老鼠 举报信的结果 收到了吗 取报失败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只是把一份 半真半假的材料 放在了我的办公室 是你做了什么 拿到了他吧 杨阳 去吧 你 立凡 你制造虚假信息 污蔑善良群众 盗取商业机密 我现在就能把你 拥送公安局去 带走 你 至于你 不要 你好大的胆子 升级到我头上来了 带走 是 走 你跑啊 你 你 你儿子在我身上 跑啊 刘洋 我可真是想瞧了你 这段时间你把许泽玩得明明白白啊 他一定深深地爱上你了吧 他就没有给你留下什么 挚爱的证明啊 呸 我还以为你绑我是为了什么 你不是冒犯要惯了 来乞讨了呀 别给你料 马上把许泽的玉戒指给我交出来 你怎么知道在我身上 万一他给了别人呢 他身边只有你一个 不给你 难道他还能丢了不成 你就没想过 戒指一直在他身上吗 对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已经把许泽抓起来 他身上没做的搜过 你不说什么 放开他 你说不说 在我脖子上 看来你还是挺爱着孩子的 去 用这个换五个亿 补贴许泽的漏洞 你用奶妈的身份 进入许泽 破坏我跟周倩的感情 然后再利用许泽 博取我的信任 不得不说你很聪明 但是你遇到的对手是我 苏 你是谁 是恨你的人 恨我的人多了 我有必要一个一个都记住吗 可记得十年前 被你残忍伤害的苏家一家三口吗 苏家 就是那个 我骗了他们一亿赌债的那个 蠢货苏家 闭嘴 那我应该叫你苏唐是吧 苏唐 一场大火没把你烧死 你怎么从地狱里爬出来 毒眼 不要 你真是想毒死我呀 所以你接近我 就是 就是为了这个文件对吧 你知道这文件是我从哪儿来的吗 是我从许泽他妈那个贱人的得来的 原来我想留他一步 可是他自己都不肯告诉你 我所有我只能把他杀 现在我也想留你一步 但是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毒眼 你跑不掉的 毒眼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你现在出来 我还能留你们俩一个全身 闭嘴 毒眼 毒眼 吃血过多 可能会死的哦 让我猜猜 你躲在哪儿 现在吧 我找到你了 不要 毒眼 你现在知道害怕 许一 别逼我 放开我的孩子 让谁也别想好过 我要是不放的 啊 你敢下手吗 难以 可以 毒眼 你放开 放开我的孩子 让许一放开我儿子 让谁也别想好过 你以为你这样能威胁到我吗 许一 这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们谁都不能动我的儿子 谁都不能 罗阳 你方方善心嘛 我马上送你儿子上新天 你敢 你现在老婆孩子都在我手上 谁让你放手 我随你处置 老婆孩子 一个个四季生了孩子的你 也会说是我的老婆孩子 许一 你在胡说些什么 许一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听懂吗 她 是你个司机的孩子 你这晚上跟你睡的根本不是我 你明明说是你的 是我亲自安排那个司机进去 你怎么这么天真 你以为我会跟你这种恶心的女儿 睡在一起吗 许一 我跟你冰了 我要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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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女人就是该换我的好事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给我去死吧 许一 不要 许太太 下地狱吧 别着急 下一个就是你 爬啊 接着爬啊 爬 你这么可怜 你怎么不听话呢 如果你当时答应我当我的人财 现在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惨了 做你的一代 让我还永远活吗 你很聪明啊 只要你放了我和我儿子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做什么都愿意 不要 这问题在我手中 徐顺是假的 徐泽 你身体的文件是我从你那个贱人妈妈的画室里亲自拿出来的 能什么证明我的是假的 真的文件 在画部的夹层里 你能替赛你联合周期 你没有别人威法赌博的政府 现在你相信了吧 徐云 只要你放到杜云 我可以把文件给你 不要 你敢给他我就跳下去 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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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文件就把你儿子给我 如果你要儿子的话 我马上把他弄死 把文件抢过来 看来 这儿子去死也挺好的 负债子偿嘛 什么意思 看来他都没告诉你啊 徐泽 别怪我 毕竟要想进入徐家 我只能这么做 我只能这么做 徐泽 徐泽 喝点水吧 我只能做了 天电 我只能做 快要做 是 我只能做 不过 我只能做 便宜的 再过 把米 都已经做得了 你一直都知道 康康是我的儿子是吗 所以我们直接从头到尾 都是你设计好的是吗 华弟弟 现在知道了也没用 因为你马上就要失去了 我跪下 你放了我的儿子 真的笑死了许泽 你跪错人了 你要跪的应该是他 不要 不 苏唐 十年前你父母为你做出了选 现在你也该做出选择了吧 复仇和儿子 你选得一个 许义 我要让你跟我一起下地狱 你怎么还没死 我没死 这过去就是天意 怎么 你要带走你和司机的儿子是吗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陷害我 我才会走到这个地步的 我要杀你 我要杀了你 杀 杀 杀 周杰 你再给我动一下 我就把刀插进你脖子里 周杰 救救康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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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杰 你真的要跟我做对 就为了保全 他跟杜瑶的孩子吗 什么 杜瑶是他跟 杜瑶 别什么 别什么我的孩子是司机的 你的孩子就是他的 我爱了他十几年 凭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凭什么 周杰 看在我们十年的情分上 求求你叫叫康康 看在我们十几年 出息感情的份 只要你放弃死 我可以让你把孩子带走 我可以给你一笔情 让你们的安全地 地步生活 杜瑶 你还没做出选择吗 滚到我来换 滚到我来换 可不可以 我见何儿子只能选一个 杜瑶 做个选择这么难吗 徐云 我答应你 但你承诺我的 你必须做到 谢谢徐 我还是有心 不要 周杰不要 不要 周杰 我求求你 不要 做得好 徐云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杜瑶 我也是个妈妈 我会保护好孩子 杜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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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你们没得选了吧 你闭嘴 真是事实 姐姐 你们全家都有死在这里 你们全家都有死在这里 你们是名利之蛮州 就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杜瑶 你现在还要维护杀了你儿子呢 是他杀了你儿子 你把他杀了呀 你去报仇啊 你闭嘴 杜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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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以为你能赢我 你不过就是一个婚生子 我一个私生子 我正要把你踩在脚下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我等了多久吗 杜瑶 杜瑶 你要记住 把你接回来 是为了让你给许泽铺路的 关于许家的一切 你想都不要想 杜瑶 终于不要想 你去死吧 杜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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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儿子用命换了的语剑 许 许 许 围了 诶 诶 诶 先生 你醒了 诶 诶 杜瑶 杜小姐还没有醒 她的脑筋 自撞机造成了脑浴血 呃呃醒不过来 可能 可能什么 可能以后就醒不过来了 诶 给我治 请做好的医生 一定要把它治好 好 杜瑶 你还死我儿子还想一走 是 走才好 有人找到了吗 你现在怎么才办呢 不容金呢 许瑶是打算用夫人留下的五亿财产 不贴许是漏洞 但是许瑶现在逃跑 她的财产清算最后几十亿 都是在周千的迷下转来的 那就拿她家庭来补迟她 心心念念的许识 全部转到公司里面 一分都表示 是 死 死云去哪儿了 她现在是全国通缉的杀人犯 却你最好识笑点 曾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 她只是让我回来转移赐产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很硬是吧 投下去瞧 先生 五分钟以后有股东大会 知道了 去准备吧 医院那边 来电话了 你是说她失忆了 嗯 你是谁 我是你老公 怎么 你妈 不相信 现在你相信了不 这是我们的家吗 有印象吗 我好像见过她 是吗 是我画的吗 你想起来了 哎呀 你抓疼我了 感觉似曾相识 到底是不是我画的 是 是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送给我的 我跟你求婚 不是吗 你可不要趁我现在不记得 说谎骗我 怎么会啊 你可是很爱我的 当初是你 非要嫁给我的 所以 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许泽你怎么才会来啊 我做的菜 许先生躲这么远 怎么让你老婆吃醋啊 我做的菜都 许先生躲这么远 你老婆来了 你在干什么 看不到吗 怪不得许先生榴莲花丛 原来这位许夫人 真是不怎么样啊 这 我的老婆还轮不到你来评讨论 你走吧 下次话别人 还有下一次啊 滚吧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和你离婚 不可能 那我走 放我下来 你放开我 走 你想都别想 你 放我出去 你 我们根本没有结婚的 你想起来 你的未婚妻 你这么想知道 那就让你见见 安小姐 听说最近安家极其可归啊 许先生 是打算伸出援助之手 签了这份合同 做我的未婚妻 许事就会给安家注资 许先生倒是有意思 你只管延号你的角色 不该说的别说 不该做的别做 我就能保证你安家安然 许先生 许瑶又见面了 我的未婚妻安小姐 不久以后呢 也可以直接叫我许太 那既然你已经有了未婚妻了 为什么在医院的时候 要骗我 说我们已经结婚了 还不是你之前 一心想着要上位 阿泽为了让你别发疯 随口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一个玩物 他真的把自己 那既然这样 就成全你 帮我走就是 现在现在是无罪 没人在乎你的想法 那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帮我出去 你帮我出去 做得不错 人呢 对不起了 你是谁 瑶瑶 你不认识我了 我 我失忆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了 许泽呢 我带你去找他 不要站住 瑶瑶 现在 停了 不是安市晚宴吗 走吧 顺便公布一下 我们的婚序 真的吗 那正好 阿泽 陪我去选选礼服呗 如果你想走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帮你的 瑶瑶 丽凡 帮我 现在 我请不好 许泽 你放开我 你想都别想 许泽 你要干什么 我是不是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特地找到李凡 你是不是要跟他走 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你跟他说那么久的话 不认识他你跟他走 杜瑶 你觉得我那么好骗吗 你就是个混蛋 混蛋 那我就混蛋给你看 还不过去换衣服 许先生 我父亲邀请你去参加安事晚宴 我去 许先生 你想清楚了 喂 给我倒杯水来 水这么凉 你那 水这么凉 你是要冰死我 哎呀 我心上沾上水了 过一下 给我差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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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允许你这么对他的 不是你想羞辱他的吗 我只是在帮你 哼 哼 我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羞辱 安晨晨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不该做的事情别做 你让他下跪 那你的腿 别想要 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了 放过我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合约 终于你再也不用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施先生 你不能走 不然安家会杀了我的 这是你自找的 嫌弃我 嫌弃我是吗 我批要你拒绝不了 许泽 我们谈谈 好啊 立凡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那你就应该放他走 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你现在不幸福 我有权 把他从你身边带走 你有什么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都康的亲生父亲 你知道 你也知道都康是我的亲儿子 瑶瑶也是有苦衷的 闭嘴 苦衷 他心里只有复仇 我只想跟他有个家 他是怎么对我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他必须付出代价 他要为我们的儿子赎罪 你永远也带不走他 喂 孩子们还好吗 还有 杜耀 你知不知道我要多爱你 但是你为什么要害死我们的孩子 孩子 我们的孩子 康康 康康 杜耀你怎么了 杜耀 杜耀 喂 医生 五分钟真的给我赶到 杜耀 杜耀你醒醒啊 杜耀 杜耀 我们的小康康 要健健康康地长大哦 杜耀 做得好 不要 我求求天了 不要 小姐 不要 我 吓了他 我要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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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耀 杜耀 杜小姐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她应该是受到什么刺激 导致她脑内淤血产生记忆失调 但是她现在头部创伤 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样下去容易 精神错乱 难道你想到的也只有复仇吗 凭什么 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 我 不是 说 想不想 那是谁 不是 我 我 有 是 杜耀 你又在骗我 你是我见过最心狠的女人 李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又在利用我 你又想离开我 对 我就要离开你 我不想和你再待下去了 许泽 都瑶 不可能 你跑不掉的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爱你 我喜欢你 你就这么对我为所欲为吗 你又骗我 都瑶 从头到尾 我们之间就只有理由是吗 那你就放我离开吧 我不想再和你纠缠下去了 因为我爱你 许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我走 去哪儿 杜耀 这辈子都别想跑 我见过这枚戒指 这不重要 我们现在是合法不计了 你再也逃不掉 许泽 我想我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也希望 总裁 有人举报公司使用劣质材料 上面已经有人来调查了 我马上到 好 我去到公司 我已经对许泽下手了 许泽现在没恐管杜耀 做好准备 现在该你上场 杜耀 好不掉 你怎么进来的 阿泽他应该很久没有回来了吧 也不怎么样 怎么就选了跟你结婚了 这里是我家 请你买上一个 究竟是谁要离开 独妖 你还要死皮赖脸地待在这儿吗 就凭这些假照片 就想骗我 独妖 你不会不相信吧 喂 喂 你忘了你之前留在我这儿的东西了吗 怎么办呢 你想 我想留下 你想留这个吧 爱你 是妇人吗 安安家那个 今天把她还弄退了 估计又想留下 过一切 杜耀 我已经怀了许泽的孩子了 你算老鸡 这钱你拿着 离开许泽 先生 要不要回家看一下 公司现在被人陷害 我怕有人会对夫人下手 不会的 我把她关在 走啊 不用了 我走就是 影响开了就 但现在公寓外面 也被她的人无一切监视 我得一举一动 我不随时跟她们回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肯离开 你就能获得自由 至于那些保镖 你猜我是怎么进来的 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 杜小姐也做过母亲 你应该知道我们所谓的道理 我要让我的儿子继承许诗 像你这样的剑 还打算 我打算你自己 杜小姐 你是想提出您任务的人 还是想并不给别人死 杜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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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夫人呢 我进了 这件事不仅绑架了呀 是安家 查 给我杀她们到底去哪儿了 是 安总 你女儿呢 她 她跟我们说和你约会 出门一直没有回来呀 你跟我约会 两周前我就停掉了 给安家的帮助 你们还相信她跟我约会吗 许 许家的资助一直没有停啊 许先生是不是搞错了呀 把资助记录发我 好的 许 是你 杜妖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吧 走 看 总裁 不是我干的 你调换公司项目 私自挪用公款 不想坐牢的话 就把知道的说出来 总裁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总裁 整个你的口味看看 衔益开始都没有打算让你活 你能用的这些项目 全都有漏洞 这 我问你 你赔得起吗 祖才 救救我祖才 祖才 救你了祖才 祖才 那我问你 安家和雪印 把独妖保到哪里去了 别动 别动 过来 你干什么事 独妖 独妖 独妖你撑住啊独妖 徐总 我不离婚 不是 我只劝你别白费力气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他要我告诉你 他要把这仇 千倍万倍地还给你 而这 仅仅是个开始 你 因为我不爱你 说爱的人是你 说不爱的人也是你 你对我出了算计 还有什么 你这次又打算 利用我什么 许子 你这个样子 真的很难看 难看 你放开我 先生 公司突然出现 严重亏空 我们的股票 严重走跌了 什么 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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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起来 医生 我怎么了 先生 先生 您疲乱过都晕过去了 杜鹅呢 杜鹅他去哪里了 是啊 他肯定趁我晕倒 逃走 先生 您实在是思虑过度 身体困空太严重了 突然间是为了民航 那他人呢 先生啊 您还是回去躺着吧 手机呢 我手机呢 手机 没收了 你没走 离婚过去以后 夫人替您借管了许氏 现在公司勉强稳定了下来 我不去 是许氏赞代总裁的证明 你现在需要休息 如果你不签 我们就离婚 等许氏特定有问题 我就离婚 你做梦 许泽 你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许泽 你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知道 你要小心 你也要小心 找到许人了吗 还没用 但是安家的事 确实是许英东的事 你的日程散步出去之后 我就联系了 许氏的另一个员工 预备动手 终于 他上班 先生 确实是许英东的事 许英 现在回来了 调 但是先生 夫人也查到了许 还安排了李凡 透露了自己的行踪 好像打算拿自己 去当诱饵 去供应许 胡闹 还不把他给我抓回来 是你的 毒药 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敢用自己去当诱饵 许先生 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那你是想转移许氏的财产 许氏容不下来 你还是更适合 在我的卧室里关 许泽你不能去 我不能去 那你就能去吗 我能去 我是去赎罪的 你不是说 我是来赎罪的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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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我求求你 不要 啊 啊 康康 杜悠 杀了我们的孩子 我就要怪你一辈子 我要你永远记住我恨你 记住我恨你就够了 他还那么行 你就放弃了他 不是这样的 是那个女人把我的孩子抢走了 杜悠 想起来了 我没有放弃他 但我已经失去你 我不能再失去你 许泽 我不能失去你 许泽 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由我来承担 你怎么敢自己随便出来 你明明知道现在许英虎视眈眈 所以你能帮我查到许英的行踪 杜悠 你没必要的 许泽和许氏都是被我牵连 我必须负责 许氏兄弟本来就是同水火 这跟你没关系 那你知道康康是怎么死的吗 你不想给康康报仇吗 杨悠 我不能让你因为这件事情 才丢了信物 这不有件事 但是我也算计过许英 他不会让我活着离开的 不要 我有办法 让你还能无恙地离开 我们现在就一起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一起走 别再追究家里离亲了 李凡 我已经结婚了 许泽再恨我 也是我爱的人 我不能抛弃他自己离开 你懂吗 李凡 李凡 那我先走了 刘悠 我会帮你的 但你要答应我 保护好自己 别动 大雅 查清楚谁指使 指使的人在哪 是 去死吧 老师 敢去你 你 你 不骂我 你自己来 我去牛奶喝了 许泽 你怎么今天对我这么好 你不会在这牛奶里下了药吧 不敢喝着别喝 没有 你也喝吗 来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说呢 都是我的错 我认错 我为你喝好不好 你 你最好啦 那你想怎么问 好好吗 许泽 你真好 许泽 许泽 上钩 你 我许泽 你 你 你 我许泽 你 你 我许泽 你 你 他 她是你老婆 许泽 现在恨你的人都知道 只要杀了你老婆 就能报复你 先生 许泽 许先生要我给你带句话 抢了她的 她会一一夺回来 你和东阳好好等死吧 愣着干什么 回家救护车 瑶瑶 瑶瑶你没事吧 我没事 许泽现在被送去了抢救室 没关系 只是鼻外是寒 丽凡 许音的地址查到了 在何时打电话 你怎何时打电话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给我 给我 别抢 知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谁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的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么久了你还跟她联系 你就这么想跟她走吗 对 我就是想走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你让我觉得恶心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东阳 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吧 许泽 不可能 放我 放我走 许泽 这是你逼我的 你别过来 有这么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没事 好好休息 您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丈夫 孩子的爸爸 病人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您作为家人 应该好好照顾他 另外 你身上的伤口也急需处理 跟我走吧 小悠 是我 保镖正在换班 咱们赶紧走 好 等等 你说 谢谢 谢谢 这是去哪的路 你这是要把我送走吗 啊 你不说什么 你现在就从车上跳下去 哎别 挺冷 太危险了 我想让你平平安安的 平平安安 我的孩子都死在那个人的手上了 你还要我平平安安 如果孩子没有事呢 什么意思呢 你给我停车 你给我停车 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孩子没有事 你还会去找学医 你要去 我不能让他伤害许子 我没带你走错 许晕现在就有点几个人家 方便他逃 哎 小心 先生 你俩车我们见了 李凡 李凡 许子 刚刚没死 你说什么 你学徒 他 坚主 昨天 昨天 pret 咯 你还认我一顿是吧 许殷 那这么说你记忆恢复了 那你是不是得感谢我 是啊 要不是那你 你怎么会想起 许世前总裁不行 还要别人代替 才能伤害的这种大官 徒遥 你是不是活得不得烦了 不过没关系 那个孩子死了 等你和许泽一起死了之后 就没人知道这个秘密了 你让许泽来了 你很聪明 他就是太聪明了 他会不会来救你 没关系 我虽然死了 全世界都会知道 你跟周谦生了许家继承原 是司机孩子这件事 你许一不行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能想到吧 你的孩子 其实没人死 是周谦用身体护住了他 你救了死 怎么办 许先生 都要 那我都把就先上了你 那我都把就先上了你 你别管我 许泽 都要你没事吧 许泽 你还真敢自己来 啊 许泽 许泽 你没有受伤吗 没 不要 不要 别怕 许泽 你去死吗 不要 许泽 许泽 许泽你怎么样 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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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吓我 你一个人 要好好地活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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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泽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一直爱着你 你别吓我 你起来好不好 我不复仇了 我们去医院 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我来 只能下辈子再补给你 不要 我不要婚礼 我不要婚礼 你醒醒啊 没有人能阻止我了 我才是许泽最优秀的孩子 你就下去陪她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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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夫人 先生 早就将遗嘱立好了 许家搜的一切都属于你 许事也早就转移到了您的名下 先生 先生还说 之前的一切 他向您道歉 希望您 那更好的生活 妈妈 你怎么又在画爸爸呀 你什么时候也画画我们呢 对呀 什么时候也画画我们呀 好 来 那和妈妈一起画一副全家服好不好 好 来 那妈妈帮你 嗯 弟弟也帮哥哥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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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